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真正的財富洗牌開始了 中國人都很想知道的答案 只是薄薄的一層 貨幣戰爭來了 人民幣恐暴跌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14月30號星期二 請大家多多支持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會增強這個頻道的傳播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真正的財富洗牌開始了 下一個十年是財富的大洗牌期 為什麼這麼說?作者請便撰文說 因為幾乎各行各業都得經歷衰敗重建的過程 而對個人而言 去槓桿更是會導致 原本領先幾個身位的社會財富擁有者 和普通人之間的差距被無限拉平 中國人的財富看似階層拉得很開 其實全是槓桿滿倉 碰不得 尤其是房子 一碰就全盆揭倒 今年下半年開始 全國不斷傳來斷貸的信息 這也正常 就業形勢都嚴峻成這樣了 前面亂衝了那麼多年 槓桿早已拉滿 如今失去持續收入來源 不大面積斷貸才是奇怪的 但很多人還是低估了另一件事 那就是家保證金 給大家送個一筆賬 一套1000萬的房子首付300萬 如果跌了30%會怎樣 不是你的本金跌了90萬 而是你的300萬本金徹底跌沒了 也就是這套房子理論上已經不是你的了 很多人大吃一驚 哇 原來這麼危險 別急 銀行是不允許跌這麼多的時候才找你的 因為只要你不是全款買房 你就是加了槓桿 既然加了槓桿 當然有平倉的安全線 否則等你的300萬本金一跌完 萬一你房子不要了 開發商又倒了 銀行豈不是要哭死 所以它可能會在評估價跌了20%的時候就來找你補錢 什麼意思呢 此時這套房子800萬 它只能帶給你560萬 但之前帶了你700萬 所以你需要補上這140萬差價 實際操作中可能會比這個金額稍少 但大體是這麼個數量級 那我問問 對於一個堪堪每月還款 甚至因為工作原因都不太夠還款的人來說 哪裡臨時去找100多萬的現金 而我說的這一批即將被棟了房子的 正是中國經濟的中流砥柱 只要他們的紙面財富大批量的消失 就會有極其嚴重的連鎖反應 大部分行業都將萎縮 中國人都很想知道的答案 只是薄薄的一層 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人口比例越高 財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就越低 但中國的中產階級比例佔比遠遠低於發達國家 表明財富和收入差距較大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程曉農今日發文評論 到底中國有多少幀的中產階層 中國人當然都很想知道答案 既然中產階層的國際通用標準不適用於中國 那就只能看赤平人口和低收入人口之外的 那16%的人口當中有多少人算是中產階層了 這16%的人口一共是2.2億人 其中11%的人資月收入是3000-5000元 這組人群約1.54億人 剩下的5%約7000萬人 大於屬於中國的富裕階層 因此要找中國的中產階層 只能找這11%的人了 其實這11%的人當中 人均月收入剛到3000元的 屬於日子過得很緊的家庭 如果把這部分人剔除 只算人均月收入達4000-5000元的家庭 那麼按11%的人口當中 3000-4000-5000人均月收入的群組 各佔1%股計 則4000-5000人均月收入的家庭 大約佔11%人口的2% 相當於全國人口的7% 約1億人 如此算來 按照中國特色的低標準 來劃分中產階層 中國的所謂中產階層 中期量最多不超過總人口的7% 只有1億人而已 由此可見 所謂的中產階層崛起 在中國不過是一個 與房地產只漲不跌的一樣的幻覺 戳破中產階層崛起 這個中產階層泡沫之後 中國的中產階層 的確只是薄薄的一層 中國的中產階層不但人數有限 財力也有限 如果把中國的中產階層之人均月收入 全部按5000元高股 然後與台灣的民眾來對比 新台幣與人民幣的匯率是4.4比1 在中國人均月收入5000元的中產階層 就相當於台灣的人均月收入 新台幣22000元 而台灣現在的最低工資是27470元新台幣 一個三口之家 如果成年人都拿最低工資 這樣的家庭之人均月收入是 新台幣的18300元 這樣一對比 中國當下的中產階層 收入最好的家庭 不過相當於台灣領取最低保障工資的水準 貨幣戰爭來了 人民幣恐暴跌 在金融市場上有一種悄然聲息的猜測 中共可能需要採取極端且極具爭議的措施 讓人民幣大幅貶值以支持其停滯的經濟 這種策略的支持者認為 通過貶值 中共政府能夠刺激出口 並為央行降息創造空間 然而 批評者警告 這可能引發資本外流的惡性循環 進一步壓低人民幣匯率 並可能破壞全球貨幣市場的穩定 這種觀點雖屬少數 但隨著中共尋找更多經濟刺激工具 並試圖贏得對當前貨幣和財政支持方式 感到失望的投資者的支持 這一觀點正在引起市場的關注 這種策略自2015年人民幣突然貶值以來 未曾使用過 那次貶值嚴重打擊了人民幣資產 並演變成對中國市場控制能力的信心危機 無限基金公司的首席執行官 鮑勃·埃里奧特表示 一次性有意義的貶值是更有效的策略 最理想的做法是讓人民幣貶值到 看起來很便宜的水平 然後守住這條線 埃里奧特預測人民幣可能會暴跌10%至20% 中共央行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促進經濟復蘇 與維護人民幣對美元吸引率之間找到平衡 目前 隨著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接近允許的最低水平 中國人民銀行不得不再保持人民幣強勢 與防止市場故障之間艱難抉擇 吉弗瑞金融集團的全球外匯主管布拉德·貝克特爾表示 儘管從理論上講 人民幣的貶值有助於出口和經濟增長 但他認為中共不太可能採取這一策略 因為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 國內可能出現投資者信心下降 股市拋售加劇 資金外流 以及推高企業外幣債務融資的風險 在全球層面 這種做法可能引發貝克特爾所說的真正的貨幣戰爭 其他國家的央行可能不得不採取干預措施來維持穩定 犧牲經濟增長作為代價 高順集團的分析師惠山在報告中表示 即使在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升級的情況下 中共央行也可能抵制任何大幅貶值的壓力以保持穩定 市場上存在大量空投投寸 這表明一些投資者正在為可能的人民幣貶值做準備 不過中共央行似乎沒有表現出採取大膽行動的意向 近幾個月一直在通過日常操作 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無論最終是否貶值 市場普遍認為人民幣唯一的出路可能是貶值 包括摩根大通 渣打銀行和野村控股在內的多家大型銀行預測 由於市場信心脆弱 第二季度人民幣將走弱 艾利奥特認為 貶值可能會讓人民幣的交易更符合基本面 使人民幣走上通往國際貨幣地位的更堅實的道路 艾利奥特曾在2015年擔任喬水的外匯研究主管 政策制定者認為 匯率穩定是推動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使用的原因 她說 問題是它被操縱了 而不是它不穩定的事實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勵都溫暖並激勵著我們奮勇前進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我先來給你一個小時的時間 為了這次都是4個小型的時間 請通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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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通訪